大家好,我夏天 大家好,花姐 天亮的好快啊 我们6点钟就起床了 今天起床的时候天还是黑的 对 我们今天去参观不搭搭工了 本来是如果要是自己在网上预约门票 一个人是200嘛 我们报了个一日邮 报了个一日邮以后 就一个人是150块钱 但是就是他会带你去 有一些购物场所 但是只要你不购物就可以了 对,他不强情 对,而且有导游给你讲解会比较好 所以他们要要求8点钟要集合 我们这离的比较远 所以我们早早起 对,现在赶紧出发 看多么安静的清晨 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 又把人给冻死了 我们等上10分钟公交车 因为说是6点40首发 我们等到7点 如果还不来的话 我们就搭车 可以,公交车来了 后面能辆绿的 这样子我们的时间就很充足了 看我们现在的位置 那边就是布达拉宫 白塔的西门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有个叫 红山饭店门口 说是在这集合 今天感觉天气不错 挺给力的 有蓝天 感觉今天天应该比较晴 我们找到主角了 这个黄衣服的美女 是在我们这一次的 对 我们现在行程的第一站 是去参观一个藏族的一个村子 对 就是很比较早期的一个村子 而且这个村子最早期的时候 都是奴隶制的 对 他们刚刚导游说他们是 51年正式解放 但是奴隶制度是到59年才正式解放的 对 所以他们这个村子最早期全都是奴隶制的 我们现在都是容易的一些后代 对 所以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 前面这个美女 就是这个村子的文化代表 取真着马 对 由她来带我们去看一看 这边阳光好强烈 我们第一家是参观完了 然后里面不让拍视频 她的这个模式 就跟我们很多年前去云南是一样的 带到一家 然后给你讲了很多 先讲一些文化 讲完了以后 她就会给你 这边就是售卖一些藏营 叫什么藏药营 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 对对对手工艺品 但是如果你要是光去听她 讲一些那种文化 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 对 因为你毕竟来了西藏 就要对西藏当地的这些民俗 都要了解一下 就比如说给大家讲几点 这是我们的农村合作社 展新很简陋 因为条件有限 这边还有一个 你们刚刚有说银子烧了黑色黄色 红色蓝色绿色 究竟什么颜色 我现在当然给你们烧 给你们鉴定 就算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在这里做功德 没关系 但如果回家以后 你们商量买银子 你们要知道它的真假究竟要什么方法来 这有一个教说 鉴定银子真假的方法 我们进去看一眼 所以就是了解一下他们藏族的文化 习俗还是挺好的 学了一点给大家顺便讲一下 比如说如果要是进这个门槛的时候 不能脚踩 他们门槛说是佛的肩膀 是不能踩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藏族 一直都是有一夫多妻 或者是一妻多夫的习俗 一般一夫多妻 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对吧 就是一个男的可以娶多个妻子 那么就是一妻多夫的呢 就属于家庭条件比较差的 就家里比如说七八个兄弟 没有钱去娶媳妇 就是老大娶了以后呢 就是这几个兄弟 就是都会跟他同房 然后但是生出来的孩子呢 只会管家里的老大叫爸爸 剩下都叫叔叔 因为是一家人嘛 他们也不会计较那么多 了解一下藏族的文化和习俗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准备去下一站了 不知道下一站是哪 我们现在到了他这有一个藏茶体验中心 说来品尝一下他们藏茶 而且藏茶全部都是从木托运出来的 野生的茶树 他这个跟我们上次去云南 理由很像啊 对啊 前面先是卖银饰 然后是茶叶 然后我们在云南是翡翠 对吧 玉石啊 他这个地方也就是 毛牛肉吧 应该是 对应该是毛牛肉 虽然他带我们是为了 目的是为了购物啊 但是我们在这中间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了解一下他们这样的文化嘛 对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就比如说以前别人都不知道 可能西藏会产茶叶 还有那种藏药茶养生的还都挺好的 对 整个西藏 它是没有化工厂的 也不卖肥料这些 没有污染 对所以他们这个地方是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随便吃 对 唯有一样 绝对不能随便吃 就是水 对因为他们水质太硬 对因为他们这个水质是雪山上的雪水 可多了容易得结实 对 我们在车上导游讲的东西 还有带我们参观的东西 都是不让拍摄的 对 所以我也没办法把那些东西展示给大家看 只能就是我听完出来再给大家聊一聊 也让大家跟我们一样稍微了解一下 藏族的这些文化习俗吧 嗯 大家猜一下我们现在这第三站来的是哪里啊 哈哈 我们慢慢没想到第三站来的 不是去卖那个猫牛肉干的 而是乳胶床垫 对 乳胶枕 乳胶制品 因为就是听导游介绍说 这边是因为发展的那个一带一路嘛 跟那个泰国对接的 有专门就是进的泰国进口的这种乳胶床垫 而且有国家补贴 对 而且因为这两年的那个疫情的原因 再加上国家的补贴现在卖的价位非常便宜啊 拉萨这边主要是靠这个旅游产业 作为支柱的 所以 要他们主要是要靠游客来购买这些 嗯 啊我们没猜错啊 第四站 真的是来了这个猫牛肉干厂 它这里面就像一个大卖场一样 你转一圈可以品尝一圈 然后买东西 对 我们也意思了一下买了三包牛肉干 平均每包都是一两百的价格 对 嗯 他们这因为主要是针对游客的嘛 嗯 所以他们这个价格也才可以太低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行程完了 接下来该去吃午饭了 他这个就是一日游里面包含一顿午餐 吃完午餐以后下午我们就应该是去布达拉宫了 对 哇让我们好意外的午餐 一人一个酸酸乳 一个面包 这就是午餐 哇出乎意料 嗯 这是他们管的午餐 嗯 不然的话 下午真是没吃饭 好吧 超出了我的想象 嗯 这是我们都一车人都饿坏了 嗯 因为一上午光光这四个地方就已经把我光疲惫了 嗯 然后再会去布达拉宫都不知道有没有劲了 朋友们刚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我们昨天跟那个旅行社联系完就是一个人是150吗 两人是300 但我们昨天没有付款说今天见面付 刚刚到了布达拉宫该开始要参观的时候 然后导游突然给我们两个退了100块钱 不是要退给了100块钱 因为我们没有交钱 嗯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说我钱还没交为啥给我给了100 然后他的意思是 我们进来以后要自己买门票 嗯 门票是200不便宜 但是我们他给我们说好的是150 所以他给我们两个给100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两个人上去买自己花了300 嗯 整个他这样说没有错啊 但是整个回味起来你就会发现啊 原来他们倒贴相当于给我们每个人倒贴50的目的 就是为了拉着我们一上午去了那4个购物场所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这样这样的游戏规则啊 挺会玩的 对很会玩 哎让我让我很意外 我说我钱还没交 突然又给我给了100块钱 很纳闷啊 哈哈哈 现在转过玩来了 啊 我们拿上票了啊 这还有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是进二道门的时间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没有进到二道门 对不起你进不去了 然后一周内都不能进来 对 哇 好复杂 我们现在先赶紧进去吧 我们现在是排队先进第一层安检 然后看这右边 现在他们本地人都是在这边赚金的 我们过完安检了 这边就是他们的正门 今天晴天 看晴天拍出来的布达拉宫多漂亮 啊 蓝天白云 我终于要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进的第一道门了 哇 看这里面鸟语花香的 感觉很好 对 很漂亮 嗯 因为这里面待会进到那个宫殿里面 以后就不让拍摄了 在外面给稍微拍一下给大家 嗯 然后再给大家讲几点重要的事项 不能穿拖鞋 短裤 裙子 高跟鞋 对 然后进到那个宫殿里的时候 不能戴帽子 墨镜 然后伞也不能打 水都不能戴 对 这里面就是进来的时候液体的是不让带进来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而且在这里面啊 纸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首饰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四十年代 松藩王朝松赞干部时期 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是一座容宫殿、城堡和寺院余一体的古建筑群 最高处海拔3766米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宫殿 上世纪九十年代 布达拉宫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西藏自治区内最完整最宏伟的一座古建筑 布达拉是普陀罗普陀的义音 译为菩萨柱的宫殿 是松赞干部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此宫 布达拉宫高117米 东西长360米 外观13层 十尾九层 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 殿余微额 金顶辉煌 共有佛堂、金堂、灵塔殿 习经室一万五千多间 整个建筑细石墓结构 用块块方石垒气 高大宽敞的殿堂墙上 会有各种色彩鲜艺的壁画 室内成设有几十万个用金、银、铜、玉和檀香木等标注的大小佛像造型生动 集中体现了藏族人民高度的建筑成就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们现在排队进第二道门 然后进到这里面就没有时间限制了 这前面有人超过二道门的时间了 不让进 我们顺利过了二道门 现在就开始无忧的可以逛了 不用怕时间限制了 看他这个楼梯还挺陡的 通路很大 对说最顶上有40层楼那么高 看我们今天能不能爬上去 你看他这个城墙 这感觉像是树枝 很细的树枝 密密的插出来的 这很厉害了 好陡 看 这楼梯很陡 爬的我们两个人很喘 歇两分钟 然后今天听那个老佑说 其实这个布达拉宫他们本地人很少会来 这个也不是寺庙 布达拉宫它是一所宫殿 就是当年文城公主 嫁过来的时候为她盖的宫殿 真正的寺庙是大昭寺 所以他们那个本地人 就是从很远一直跪拜着来 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大昭寺 看我们这边就到他们第三层 就第三个门 第三个门就可以买门票 然后第二个门也可以买门票 我们刚刚在第三个门 然后把这个正式的门票兑换了 200块钱一张 渴都受不了了 这里面不让带水 就这么小瓶的 两瓶 一瓶五块 看看这里面 给大家说一下 能见到蓝天白云的地方是可以拍摄的 只要见不到蓝天白云的地方千万不要拍 进入到宫殿就不要拍 对不然你的手机相机就会被远见了 这边这个门进去以后就正式进去了 就不允许拍了 就正式需要看门票的地方 对 我们现在就参观完了 从这走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从这就可以下山了 站在高处的风景真好 我们下山的这个台阶 大家不要觉得看起来还挺平的 全部都是 对有点抖 然后还有这种大石块 并不是很平其实 走的 脚很拐 腿在颤抖 对 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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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